各位朋友 晚安你好 歡迎準時收看漲碟密碼 台股今天是再創歷史新高 中場是上漲103點 售在13989點 今天的成交量是2687億元 排是怎麼做分析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顧的張宇明分析師 歡迎您 明樂好 投資朋友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奕群分析師 歡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排面怎麼做觀察 我們先來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 今天13989再差11點就要創 又創了歷史新高 而且可能要觸底14000點 這個14000點是台股從來沒有觸及高的一個高點 好 那漲到這裡 當然大家很關心 到底是不是應該市場每個人都賺大錢 那如果沒有那就很麻煩了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那我可以知道有一個單位是沒有賺到錢 就是我們的三大基金 我們看一下 大盤今天13989 差11點就要1萬4很可怕 不斷不斷 幾乎每天都要創新高 那我們看這個創新高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人賺不到錢 那就很奇怪了 尤其是這些大部位的幾兆的資金 四兆2000億的基金 竟然賺不到錢 那就很可笑了 來 這9月份的新聞 政府三大基金 9月份的一個虧損 虧損了897億 那10月份 這是今天的新聞 政府這個基金 前10月虧損415億 這今天報紙登的 不是我亂講的 那你看完之後 勞保 這個勞動 國保 退府 三大基金竟然前10個月虧損了400多億 你會相信嗎 你不相信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不管你相不相信 這都是一個事實 你沒辦法想像的 大盤在創立史新高 像我們政府基金 虧損400多億 天啊 這都我們的錢 不是嗎 退府基金 勞動基金 都我們錢 不會很離譜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情形 所以不要以為創新高 每個都在鼓掌 都在開新 都在開香檳 沒有 很多人還是很慘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們的操作績效 1月 2月 3類虧最多 4月 5月 6月 你看他都虧得一塌糊塗 7月 8月小賺 到了9月又賠了 所以整個月前面虧損不會太大了 到了9月 甚至到了10月 還是虧損了400多億 所以看完之後 你真的會嘆為觀止 這有夠誇張的 今年的行情這麼難操作嗎 感覺上創新高 每個看到這個做股票 你很開心 這個大盤都創新高了 其實也是含著眼淚 帶著微笑 臉上在笑 心裡在哭 為什麼 你看政府這些基金就是賠了一塌糊塗 賠了慘不忍睹 到底今年的行情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一下 包含什麼 包含我們國內最會操盤的基金 基金就是大家的錢 定期定額也好 你去買很多的基金也好 由這些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來幫我們操盤 前20名 台灣前6個月前20名 到了9月份全部都虧損 虧損了一塌糊塗 我覺得很奇怪 以前都前20名 我不是那個亂七八糟的 前20名的基金到了9月份全部虧損了一塌糊塗 報紙登出來 看你就知道了 怎麼回事 大家一起來怎麼回事 說真的 今年可能你賺一塊錢都算很厲害了 從1月1號到今天 你平均起來戶頭都一塊 都算高手了 至少很多政府基金都比不過你了 對不對 那我們的股票只有三種型態 漲盤跌 不會有第四種 到底今年的行情到底如何變化 為什麼讓這麼多人 這麼多操盤的高手 你要操作一個國安基金 你要操作一個退伍基金 你沒有十年的操盤經驗 你沒有相當的績效 你怎麼可能去操盤 不可能 那你想想看為什麼這些老手都跌了一摔了鼻青臉腫 到底今年的盤勢是怎麼回事 我們盤不就三種嗎 那不是盤就漲就跌嗎 也不是第四種 為什麼這三種型態交互作用的結果 會讓大家跌了這樣鼻青臉腫的情形 我們看一下 新春一開盤就給你個下馬尾了 今年的農曆過完年之後 如果你沒有把多擔賣掉 那你是抱著多擔過年 抱多擔過年很正常 因為以往台股新春都會開紅盤 新春不一定會開紅盤 像今年就開綠盤 跌了694點 我們習慣用法說新春開紅盤 其實沒有進行 新春就跌了一塌糊塗了 好 新春一開盤 如果你過年農曆封關沒有把股票賣掉 1月20號沒有賣掉 新春一開盤你就碰到這一段 3706點 頭這邊 這一段跌完 你在看剛剛的這個政府的基金 這一段跌完 你看看到嗎 這樣就鼻青臉腫了 就賠了一塌糊塗了 這一段如果你沒有辦法避開 可能什麼 可能到今天 很多人的股票都還沒有解套 創新高 創新高是很多台積電帶動 很多股票到現在沒有解套 所以你看這一段多慘 這一段叫跌勢 所以一定要避開 跌完之後開始怎麼樣大漲 這段漲了大概五成 漲了4508點 這一段理論上很好操作 但是很少人能夠賺到大錢 如果能夠賺到大錢 政府基金把前面的虧損都補掉了 沒有 不是 所以你看完就知道了 等一下不反彈不是差不多了嗎 那理論上也不會賠 就政府基金還是大賠 所以我們這一段 雖然大漲也不好操作 沒有錯 我們說股票市場會多空循環 多頭漲不上去變成空頭 空頭跌不下變多頭 不斷的循環 不知道這個道理 就沒辦法避開新春 開盤那一段狂跌 那我們這一天是封關 你看不出任何異樣 沒有任何異樣 股價在高點 你看任何一個指標 你看任何一個軟體都一樣 他不會跟你說這個地方要賣 除了張愛明的股神系統 沒有 沒有任何一套東西可以跟你講要賣 因為股價在高點 所有指標都不會轉空 看到嗎 那新春晚就這樣 這一天就新春開盤 694點 反彈無效破底 3674點 好 那我們知道這一段 在封關的時候 張愛明1月20號跟大家講 看到嗎 張愛明看到什麼 對啊 股價最高點 賣出去那出現了 三線再零走了 所以當時我在講這個圖的時候 封關的時候 我在講很多人不相信 不以為難 不認同 之後都覺得太神奇了 張愛明真的太神奇了 就算不是我的客戶都要每天盯入我節目看 到底張愛明在講什麼方向 對不對 好 為什麼 你看不出來 但是我看出來了 所以我在心裡 農曆封關的時候跟講 所有的客戶講 所有股票多單全部給我出錢 手上不准留一張多單 所有資金全力放空 我的股票最多就無檔 全部空無檔 空滿 當時全台灣只有一個人這樣結盤 後來有人說 老師 不是一個是兩個 我說是這裡 趕快跟我講 他說沒有 那個已經空一年了 那就不要 那空空了就不用講了 那是神經了 那不要講了好不好 沒有 全台灣就在你這樣講 告訴你 新春開盤 怎麼樣 農曆封關 所有股票出清 因為這格局不對了 我代客戶就這樣做 所以等一下三千六百點 我們沒有受傷 還賺很多錢 光這樣就夠了 其他不用多講 好不好 這一段是很多人完全沒避開的 那我們說這一段 要賺到錢也不多 你不要看這一段在漲 賺到錢也不多 第一個很多人沒有解套 第二個他買錯股票了 這外民你買什麼 這個啊 這不叫生技股嗎 對啊 你看這個是50% 50%意思是52% 懂嗎 就100萬賺52萬 好 這個呢 80% 這都普通會員做的 這個也是普通會員做的 這特別會員做的 這普通會員做的 這80% 80%就是100萬賺80萬的意思 三趟而已 好 這也是普通會員做的 這99% 99%就快一倍了 三趟 做三趟而已 所以有沒有賺到錢 這個都不用多說了 張愛銘的任何一天 任何一天 任何一天都包含現在 包含過去 包含未來的任何一天 如果我把假的績效拿出來 我的客戶全部都可以全額退廢 所以我絕對不會拿假東西上節目 這是百分之百可以保證的 當然這一定是真的了 好不好 那我們看完這一段 接下來這一段最難說了 看到嗎 因為這段盤整了77天 多少法人包含我們國內投信 都賠了一塌糊塗 為什麼盤整盤最難做 俠府的空間887點 非常非常難操作 這一段很多人賠了一塌糊塗 包括我們政府基金都一樣 賠了一塌糊塗 賠了800多億這一段 很難做 張愛銘這一段做了什麼 看到嗎 政府基金賠了一塌糊塗 看到嗎 897億 非常非常難操作 光一個9月份 看一下有沒有 現在更不用講 好 那我們看說 最近他們一樣操作不順利 很難操作 因為這不好做 好 那我們說很多人怎麼樣 對的講錯的不講 所以這一段期間 這段盤整期間非常難操作 說真的沒有做對也很正常 連這些政府基金這些操辦人 這些投信的法人都做不贏了 投資朋友怎麼可能做得贏 分析師怎麼可能做得贏 做不贏沒有關係 要誠實面對 那很多人就是對的講 做十筆對一筆對兩筆講 錯的都不講 讓客戶罵 看不起我們這個行業 為什麼 每次都鬼扯 你對一筆講對兩筆講 錯十筆都不講 人家就有吐口水 我覺得是非常糟糕的一個行為 好 張愛明 是全市場唯一敢把所有操作公佈的人 來 特別會 所有績效都在這裡 好 時間都有寫 這七月二七到十月十九號 然後後面還有 七月二七到十月二號 所有期間這段盤整年 所有績效通通在這裡 公佈在這裡 全部都在這裡 到目前為止 超做三十八筆 回補了三三筆 五筆還沒有回補 獲利是兩百一十七點八五元 真真實實的績效公佈在這裡 當然如果造假 一樣捐了退費 我們不會拿假東西上街 我們不會這麼可恥 不會這樣做 好 普通會員 一樣全部在這裡 每一筆都是真的 保證絕對不會拿假的 最近也在這裡 這時間七二七到十月十二號 到十月十二號而已 後面還有一張 都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一段也是完美的操作 做了多少 四十一筆 回補四十筆了 剩一筆沒有回補 七月二七到十一月五號 賺了錢一百零八 賺的扣掉賠的 盡力是一百零八 賠的十一塊賺的是一百二十 所以是賺一百零八 好 接下來開始大漲了 很多人很關心 張老師最近漲起來 你會不會被割 這一段我已經講完了 對不對 接下來漲上去 到這一段我講 接下來這一段 這一段 張阿民你會不會被割 我們剛剛再看一次 我剩一筆空單 看到了嗎 我接下來要放的 最近才放 所以不可能被割多少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 出來又出來了 七二七到十一二號 今天十二二號 都在這裡 全部都公布了 最近是做多 像強茂 金豪科 聯電 都做多了 其實我們還是放空回補 就在這裡 全部在這裡 目前操作五十二比 回補四十七比 五比還沒有回補 今天又下一比多單 好 那我們看完 總績效是一百二七點六五 其實不用再解盤 要解什麼盤 還要解什麼盤 張阿民跟你講的 哪一個沒有實現 哪一個是開玩笑的 對不對 不用多說了 看得清楚楚 才能夠操作得輕輕鬆鬆 為什麼很多人賺不到錢 股票轉空你拼命報 要不然就貪評價 懂意思嗎 所以多筒你又選不到 你又選不到最強的 那你怎麼可能賺錢 所以你看不清楚 你當然就做不贏 那你要看什麼 對 看什麼 看書嗎 看什麼東西 對啊 你要看什麼 看報紙嗎 看EPS嗎 看本益比嗎 那些都不好了 那個如果有效 政府的基金就不會賠錢了 他們都看這個操作的 他們買的股票會不好的股票 都是最好的股票 買最好的股票 結果大賠 所以你看那個都沒有用 你看看的絕對不好 懂意思嗎 來 大盤的格局 我們先看電子股 電子股有沒有創新高 有 今天在這裡 創了這個波段的高點 所以電子股創新高 那請問有沒有翻多 第一條線綠色空方 對不對 第二條多方多方 目前是一空兩多 第一條還沒有翻多 還差一點點 所以你看完之後知道說 這個盤的確是很難操作 而且危險性還相當的高 不要為大盤創新高 股票很安全 越高就越危險 你去爬玉山 玉山很高啊 快4000公尺 對不對 398幾 很高 很高但很危險 一不小心就發生山難 你再去爬喜馬拉雅山 開玩笑 8848 8000多公尺 你上去 你不是雪巴人 你是不敢上去爬的 你沒有爬完台灣的法院 你敢去爬 這個聖母峰嗎 不可能 越高的地方 空氣越稀薄 越高的地方 天氣多變化 越高的地方 問差越大 白天出太陽 晚上下雪 所以越高的地方 越難爬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越高的地方 越危險 不是越安全 懂意思嗎 你不要每天跟你講 很多人跟你講 OK喔賺大錢 你失去了對大盤的戒心 這是非常糟糕的 大盤這個地方 是有危險的 而且是相當危險的 我講這個道理 希望大家聽得懂 所以你不要以為大盤沒問題 你看完電子 這不是沒問題 這是危機重重 好不好 小心喔 好金融股來到這裡 這段大跌 獲利也是創新高 股價大跌 你想想看什麼原因 那我們就反彈到這裡 拉過來 天啊怎麼這麼多賣藥 所以看完之後 金融股有沒有問題 好像也是很大的問題 台灣兩大支柱 金融電子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覺得這盤OK嗎 我不覺得 我只能跟你說 你要步步為言 要非常非常小心來操作 這是我的看法 海基電 創新高 對不起區域線沒有翻多 跟電子股很類似 看懂嗎 台電最近其實沒什麼漲 聯電 聯電比較漂亮 看到嗎 本來掛掉了 馬上起始回升 現在一生又翻多 張宇明有沒有跟你講過 聯電比台積電強 一定有講 你往前看就有 我一定有跟你講過 好不好國具 沒錯他翻多了 一段時間了 好華信克也是一樣 翻多一段時間了 在這裡的時候 張宇明有沒有告訴你 他已經很多兵力集結 準備要上工的態勢行程 如果沒有隨便你 我今天沒準備 等一下我把它找出來 華信科 張宇明的確有在這裡告訴你 一定有講 這圖一定有 好 國光升 升級股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報的是升級股 對不起 你這四個月到現在套牢 看懂嗎 所以台股現在是很兩極的 有的創新高沒有翻多 有的跌了一陣子了 到現在還在低檔盤整 有啊 所以你買到錯誤的股票 到現在沒解套 很可怕 來 恒大股價要破敵了 看到了嗎 那如果你從這裡買到這裡 你抱這五個月 天啊 你真的慘不忍睹 你股價已經跌五成了 很痛苦啊 看懂意思嗎 格局不對了 所以不要以為買了就會賺 不要這樣想 這個真點而已 紅外集團 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曲線在空方賣迅尼一大堆 這怎麼會對呢 所以你買錯股票你是一毛錢 都賺不到的 你看台股是完全兩級 完全兩級 所以不要以為台股很好操作 你不要這樣想 來 客家呢 格局不對啊 你買進去不會賺錢的 看到嗎 有喔 聯發科 當過股王聯發科 IC設計的龍頭 對不對 今天 感覺上有一點要三線換多態勢 有一點點 但是還不明顯 這一段還是非常弱勢的整理而已 好 日益一樣IC設計對不對 不對啊 曲線在空方怎麼不對 上檔壓力非常沉重 好 智欣一樣喔 曲線在空方 籌碼線也不強喔 好不好 來創圍來到這裡 你看對不對 三線接近零左 但這一段呢 這段慘不忍睹啊 光這一段 詹米英賺41% 昨天講過 你再去看昨天節目 我今天沒有準備那個圖卡 這一段我操作八次 回補了 已經賺41% 把它放到口袋了 41%懂意思嗎 41% 41% 41% 很舒服嗎 放到口袋裡面了 有很大空間嗎 好像沒有耶 就看準方向就好 反正高點到我就空啊 就空八次 已經算41%放口袋了 普通圓做的 好 IC設計裡面最強的叫金豪科 詹米我告訴你 為什麼 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這個 趨勢往上 索馬丁咚 充沛 我不是今天講的 詹米早就告訴你了 有沒有 好 旺宏對不對 IC設計裡面 這個低潤裡面 快產記憶體 這是對的 前面這一段五個月都不會漲 看到了嗎 建商太多了 所以它都漲不動 然後這裡三線飯都大概漲上來 好 華邦店也是一樣 最近開始又拉上 因為前面 拉上來之後下面太短 後來補上來 又攻上去 目前三線架構是對的 好 蘭尼亞克最漂亮 我已經講過 整個低潤裡面 蘭尼亞克最漂亮 一樣前面大概都沒有漲 很可憐都沒有漲 好 這個光學對不對 不對 股王跌了34% 非常非常的慘 反彈上來之後一樣 線太短 第一線太短 壓力沉重 三線又轉空 目前在三線在掙扎 好不好 預金光稍微好一點 這段還是跌了四個多位 站不動 目前三線慢慢翻多了 第一線稍微短一點 要時間來補強 這上去 第一線拉長 股價才往上攻 好不好 金向光光學第一強 趙愛銘有沒有講 前面都不會漲對不對 五個月都不會漲 這一段我絕對不會跟你講說 金向光好 這一段我跟你講 金向光好 有沒有 看到嗎 這段格局不對 這段就對了 趨勢往上充滿定 動能充沛 趙愛銘你什麼時候講 真的有講嗎 我不會馬後炮 我只會馬前炮 來 證據在這裡 11月19 金向光 這東升的畫面 好 11月20 金向光 三線翻多 有講 今天二號了 一定有講 不是鬼扯 壓力怎麼突破 道理都在這裡好不好 金向光 看到嗎 這天就是19號 東升的畫面 剛看過了 是不是已經突破壓力區了 沒錯嘛 又跳空第二天了 有沒有 沒錯 一破上去了 目前三線架構 還沒有破壞掉 好不好 股市贏家操作一定要有依據 沒有依據你就不可能成為贏家 所以你的依據是什麼 為什麼很多人做不行 沒有依據 亂做 不對 那也不對 有時候成功就在你面前 就看你願不願意付出一點代價 還是要將來付出更大代價 這個選擇權 當然就交代你自己手上 你要付一點顧問費 還是你要自己亂做 然後賠你屁股 然後後悔末期 我想這選擇權在你自己 好不好 來 股市最安全的路 尤其股市在歷史的最高點 最安全的路 永遠就是跟贏家同行 有沒有道理 我們把事情交給明了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來繼續請張老師 幫大家進一步分析 歡迎回到講迭密碼 再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一檔股票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如果你會做 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賺到你會非常開心 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真的嗎 我們請看 這檔股票 我操作時間是8月27 到10月19回補 這8筆全部都回補了 已經放到口袋裡面了 這一段總共賺了41% 一檔股票可以賺41% 那你會想說 那一定他的波動很大 沒有 波動沒有很大 哪有很大 你看好像就跳躺狗而已 原地打賺而已 這邊震盪害來害去 就這樣而已 我們就可以把41% 把它放到口袋裡面了 所以股票操作 你知道有技巧 股票市場的錢是賺不完的 有人希望它大漲 也不一定 有時候不用很大漲 我們一樣可以把41% 對不對 把它放到口袋 這也沒大漲也沒大跌 看準一個方向 賣出去要出現 就空它 就這樣而已 好不好很簡單 來我們看 雙虹當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是不是創新高 11月13 你會覺得什麼都對 KD RSMACD 全部都是指標往上 三大法連全部都是買超 結果呢 張愛明跟你說 這股票不對 為什麼 根本沒有翻多 創新高怎麼不會翻多 很奇怪 股權系統就是不一定會翻多 最後呢 今天是這12月12號 那今天呢 這裡 剛剛這個就這裡 看到嗎 創新高 來 怎麼又掉下來了 到這邊 怎麼又掉下來了 看到了嗎 這格局不對 這不是創新高就可以買 如果你這樣想 你就學會腳步完了 懂意思嗎 好不好 上尾頭 上面出現一二三四五 五個賣訊 對不對我就不用多說 這格局是錯的 好圓鋼當然不對 格局不對就長不動 清新反彈上來 一樣 區域線沒有翻多 跟剛剛的這個雙鴻是一樣 這格局是不對的 好 南電也是一樣 這格局是不對的 好不好 滑通PCB就不用講 格局是完全不對的 好 齊鴻 三個賣出去那出現 目前又出現賣出去那 這格局不對 我早就跟你講過 這格局是不對 我給模擬分析過 講過了 好 強茂 有些人問強茂對不對 詹愛銘把強茂賣掉了 千天做多 過沒兩天就把它賣掉 為什麼把它賣掉了 因為把它模擬分析 這會掉下來 所以我就不做它了 有沒有 懂意思嗎 你看不到這個 你看不到模擬分析 模擬分析在法輪版裡面才有 那我以模擬分析看 唉唷 不對 不對 趕快賣 這樣懂意思嗎 你看到這個 詹愛銘看到這個 看到嗎 模擬分析是不對的 好 愛銘设计裡面最強的叫什麼 金豪科 現在沒有人懷疑 因為這段時間長最強的 這個愛銘设计就是金豪科 對不對 沒錯了 好 金豪科 詹愛銘早就講了 27 30都有講 有沒有 金豪科 看到了嗎 漲停板 是不是很強 沒錯了 頭這邊 喔 漂亮喔 區域往上充滿叮咚充沛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選股原則 但是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 明信基本面 明信來EPS 你看那個都沒有用 EPS很好 好 很久了啦 股價一樣漲不動 沒有三千萬多就不會漲 懂意思嗎 金象光 這兩張股票好像很像 有沒有覺得好像很像 有沒有 金象光 後來就放上 再看一次喔 這樣然後後面就漲上來了 天啊 還有一檔 還有哪一檔 來 跟金象光當時是一模一樣 再看一次喔 看到嗎 是不是很像 後來就漲上來了 你看有沒有 是不是很像 又三千萬多了 張愛明沒有叫你去買這檔股票 我拜託你不要亂買 因為你買了 你對的也不會感謝我 你錯要罵我 所以我從來不會在電視上推薦那種股票 我給你參考 你不要買喔 不可以買喔 我沒有叫你買喔 我只跟你說現行還蠻漂亮喔 好 有時候成功就在你面前 就看你願不願付出一點代價 還是要將來付出更大的代價 懂意思嗎 好 股市最安全度永遠就是跟贏家同行 贏家在哪裡 在這裡啊 這就是贏家 把錢放到口袋 這就是贏家有沒有 這就是贏家啊 懂意思嗎 我希望下一次我的會員開心笑的時候 你也在笑 我們一起同步來歡笑 好 有沒有道理 我們把時間交給明了 感謝分析也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資格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判斷 省聲評估並自負投資工險 祝您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我們明天再見 我們明天再見